今天是基督的复活节 对于基督徒来说 复活是必然的 但是这是我们基督徒自己凭空想象的吗? 还是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找到答案? 今天有兴趣知道的话呢 就继续聆听 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再度来到神的殿堂 今天是主日的复活节 那么今天就暂且不探讨罗马书第六章 那么我们今天所要阅读的经节是在路加福音 第24章的44节到47节 那么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话题就是 复活是必然的 我们开始念 我先为大家念 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 他就是耶稣基督 对他们说 这些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 所告诉你们的话语 摩西的律法 众先知和诗篇上所记得 繁指着我的话 都必须应验 于是 他开了他们的悟性 使他们能明白这些经文 对于他们说 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要受害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并且悔改和终罪的赦免 必在列邦中 在他的名里被传讲 从耶路撒冷开始 我们做个开头的祷告 慈爱的天父感谢您 感谢您给予我们您的爱子 让他能够在这个世上 让他自愿的为我们的罪 以前承担了这个惩罚 请求您今天 也通过您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护活的意义 让我们每个人知道 尤其是基督徒们 护活是必然的 对于尚未认识您的人们 请求您给予他们悟性 让他们明白您的真理 在这里我们感谢您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求 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 第一个话题 就是耶稣基督的顺服 他的顺服 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14节 他说摩西的律法 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 他已经复活了 那么他在门徒面前出现的时候 对他们这么讲说 他说摩西的律法 从先知和诗篇上所记得 凡记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这里就是指什么呢 耶稣基督说 圣经当中所有的东西 都是记载着他的事情 那么我们看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的罪名 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了 这些事情 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告诉你们的话语 摩西的律法就是旧约圣经 众先知也是旧约圣经 和诗篇上所记载的 也是旧约圣经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这也就是说 神的话语就是指着 犹太人和世人的救主 就是耶稣基督 而且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 看得到 那么这些预言都是在耶稣基督 单身以前的几百年到三千年 能够通过圣灵引导 爱神的人写下来的 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 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看到说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圣经上所有的预言 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不是靠着人自己的想法 而写出来的 因为预言从古 没有出于仁义 不是谁 不是人愿意自己 以凭着自己的想法 写出来的 乃是圣灵 圣灵 乃是圣洁属乎神的人 被圣灵感动所说的话 那么耶稣基督就在他少年的时候 十二岁的时候 也很清楚自己的使命 那这就是成就神的旨意 那么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第四十八节 我们就记载了 看到他说 他们父母亲带他去耶路撒冷之后 他自己单独的留下来了 与当地的文士法利塞人 学习并且探讨神的话语 那么他父母亲找不到他 就转过头 过了三天回来找他的时候 他看到 他们看得很稀奇 他母亲就对他说 我儿 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 看啊 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了 因为他们找不到他 担心了 那第四十九节就说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找我呢 你们岂不知 我必须与我的父的事为念呢 这里就是指耶稣基督 他指的我的天父 他的父神 他要为神的事情为念 那么耶稣基督 他很清楚 他的使命 他的使命就是在 事业就业圣经当中 就说明了 我们甚至在约翰福音第三十章 他自己也这么说 他说 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 我的审判也是公正了 为什么公正呢 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猜我来之父的意思 也就是说 耶稣基督在世上 他所看到的事情 他所审判的事情 他所判断的事情 都不是自己的意思 都是随着 父神的意思而来的 那么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按照神的旨意 但是神的话语呢 虽然是人人都可以 能够读 看得懂 但是这不包括那些 活在害怕真理的政权 还有宗教之下管理的人们 他们可能没有机会 读到神的话语 但是 虽然人人可以去阅读 也能够从字句上明白 但是呢 不是等于 人人都能够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神的话语 是通过圣灵解释的 明白神的话语的能力呢 是通过神开恩给予的 是神指 耶稣基督给予的能力 在路加福音的 第24章45节 就看到 耶稣基督就这么做了 他说 于是 他开了他们的悟性 使他们明白了这些经文 神的话语就说 一个人在得救之后呢 神给予的圣灵能够帮助 基督徒明白神的话语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我们看到 我们使得得救的人 说 接受的 并不是属于世界的灵 而是属于神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 那些神白白给我们的事 通过神的圣灵 能够知道神的事情 所以不要以为 我们实质就能够明白 神的话语 就是因为我们 用于这种属于世界的智慧 去理解这样的事情 我们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会认为 神父啊 圣经学者 或者是专家 才能够真正的分析圣经 因此我们要听他的 然而 神的话语 就这么说 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对不起 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第二十七节就这么说 你们从他指的就是 耶稣基督 所受的恩高 指的就是圣灵 住在你们里面 并不用任何人教导你们 有这同样的恩高 就是指圣灵 在一切事上教导你们 这恩高就是圣灵 是真理 不是谎言 你们要按他 教导你们的 住在他里面 耶稣基督与父神 和圣灵 是一 是三位一体 所以呢 他本是 所以他 耶稣基督 本来就是圣经的作者 他不但明白 他也知道自己的责任 就是要做顺服 父神的旨意 的一个榜样 那就是在路加福音 第24章第46节 我们看到 有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 耶稣 必 受害 耶稣 必 受害 注意 这里是照着神的话语 所说的 而不是随随便便 自己决定所做的 神的话语就记载了 就是耶稣基督 背上了已知 被判死刑的罪名 耶稣基督受了害 是什么呢 我想很多人 都会这么想到 想到他被鞭打 在约翰福音 第19章的第1节 被托骂 被钉十字架 就是约翰福音的 第19章17到18节 这一切都是 耶稣基督受的伤害 不害 但是他还有 承受了亲信的背叛 在路加福音的 22章47到18节 被离弃 在约翰福音 第18章的27节 曾经欢迎他的人们 最终却选择 一个杀人犯 也不愿意放过 耶稣基督 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切都在预言上 已经被写明 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 就是在耶稣基督 单身之前的600多年前 写的 第三节说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 常经 忧患 我们厌面 我们不想看到他 我们 不要 就是 仿佛像他眼眠不看一样 他被藐视 我们也不尊重他 这里的我们 指的当时是犹太人 然而 我们现在不信他的人 也不是一样吗 那么我们也看到 在约翰福音的第18章 第39到40节 他说 但你们有个规矩 就是在预业节 要给我们 给你们 释放一个人 你们要 我给你们 释放犹太人的王吗 这里就指的 比拉多 就是掌权者 罗马 罗马人 的掌权者 当时就说 现在是预业节 你们要放过耶稣基督 还是要放过这个比拉多 要放过这个巴拉巴 那么他们又喊着说 不要这人 指的就是 不要耶稣基督 但是他们要巴拉巴 而巴拉巴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他说 巴拉巴是一个强盗 是一个杀人的强盗 而且呢 这一帮人 却在三天以前 三到四天以前 却热烈烈的 欢迎耶稣基督来到 耶路撒冷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 这里看到第二天 有许多来过节的人 就是月节 听见耶稣基督来到了 耶路撒冷 就拿着中枢枝 去迎接他 喊着说 赫萨纳 赫萨纳 奉主明来的以色列王 是应当称颂的 你看到那个热情 那个欢迎的程度 是如此的 是如此的壮观 那么我们也看到 接下来就说 耶稣基督就骑着 一个驴 一只驴 就骑上 就如经上所记 就连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 也是在 来到这个耶路撒冷 骑着驴子 来到耶路撒冷 这么精确的 情景 也在 耶稣基督 单身前的 六百多年前 通过 撒加利亚 先知 写下来的 一句话 他说 女子啊 女子西安 不要惧吧 看啊 你的王 骑着 驴居 来了 那么我们 看到的 接下来就是 耶稣基督的 罪名是什么呢 在约翰福音的 第十九章 第六到第七节 就说到 基督掌和 差异 看见他 就喊着说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比拉多就对他们说 你们自己把他 钉十字架吧 这个不惯我的事情 我查不出 他有什么错来 犹太人 却回答说 我们有律法 按着我们的律法 他是该实的 因为他以为自己 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他的罪是什么呢 他的罪就是 他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在 祭司长面前 该死的地方 就是他正确地 称为 称自己是 神的儿子 那么要知道 这一切呢 都在神的话语当中 在耶稣基督 单生前几百年前 就被预言了 在以撒亚书的 第五十三章 第四节 看到 他诚然担当了 我们的忧患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 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 不殆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也看到的 下一个就是 耶稣基督的 顺服当中 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顺服 以至于死刑 在死刑的状况之下 面对死刑的状况之下 他依旧顺服神的话语 我们看到呢 在第四十六节说 又对他们说 照着经上所写 基督必受害 基督因背上了这个死罪 要定十字架 所以要注意到 他没有犯罪 但是却被判死刑 他面对诬告呢 以至于死刑的时候呢 他却不为自己去辩护 在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 六十二到六十三节 我们看到 大祭司就站起来 就对他说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这些人做见证 告你是什么呢 耶稣却不言语 大祭司对他说 我借着活神吩咐你 你要告诉我们 你是不是神的儿子 基督 耶稣基督同意了 所以他就有了这个死刑 那就如六百年前的预言 在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节 第五十三章第七节 他被欺压受苦 任不开口 他像绵羊羔被牵到宰沙之地 就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 无声不说话 他也是这样 不开口 他为什么不开口呢 因为他要成就神的旨意 也因为就在这种 就在这种 他们现在 这个大祭司在 控告他的时候 在误告他的时候 这一切都发生在夜间 这是一个不公正的法庭 那么开口也没有 能够解决自己的 这个 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审判 已经 有了定局 所以 无论耶稣基督说什么 他也是得不到公正的对待 就好像保罗也是如此 然而 耶稣基督 他有神的旨意 他要执行神的旨意 所以他不开口 我们从旧约圣经也看到 他不开口是为了百姓的罪 在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第八节说 扣半段 他说 原来他说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英国百姓的罪过 英国百姓的罪过 就在这个时候呢 可能很多人就认为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我们继续看 许多人呢 在当时读过这个经文的时候呢 然而 都有读过 这些犹太人当时 他们已经读过这些经文了 因为以赛亚书是六百多年前以前写的 那么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明白 因为明白这句话的话呢 他们就会接受耶稣基督所讲的是真理 所以耶稣基督的刑罚呢 接着下来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面对的这些冲苦 身体脱节等等 都在耶稣基督单身前的 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被预言了 就在诗篇的二十二章 我们看到第十四节 他说我如水被倒出来 我的骨头都脱了结 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辣如化 这形容着他被钉十字架 被吊在那里的时候 他的骨头脱节 就是肩骨要脱落 那么使他不能够呼吸 我的精力枯干 就如瓦片 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筛甲上 你将我的安置在死地的程度中 就是使得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 又渴又痛 然后他也说到 犬类指的那些不尊敬他的人 围绕着他 恶党环绕我 他们吃了我的手 我的脚 这就形容他被钉十字架 而且当时一千多年前 在写这个经文的时候 被钉十字架这种刑罚还不存在 那么我的骨头 他说我的骨头也能 我都能数过 他们瞪眼看着我 十八节 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衣支签 这就完全形容了 当时耶稣基督在受刑罚之前 士兵们为了把他的衣服给分了 要贪图他的衣服 大家都投签 谁赢 谁赢了就谁拿他的衣服 然而士兵赶着要完成他们的任务 他们就要将那些尚未死亡的囚犯的脚打断 让他们的体重下沉 使他们快点窒息 快点死亡 然而发现耶稣基督已经死了 于是就没有打断他的脚 也只是吃破了他的身体 他的肋膀 看看他是否真的死了 这也在 这发生就在 这记录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 三十一节 就看到就是犹太人 因为那日是预备日 预备要过那个月节了 那么是守安葬 当安息日的时候 不可以留在十字架上 那是安息日的一个大日子 所以不能够这么做 于是就要求 他们要求彼拉多 就快点叫人打断他们的腿 那时除了耶稣基督之外 他身旁还有两个盗贼 也跟他一样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么好让他们带回去 那么第三十三节 三十二节就说 钉钉就把第一个人的腿 并同耶稣基督 同钉的那两个第二个人的腿 都打断了 但是在三十三节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 看见他已经死了 就不打断他的腿 唯有一个兵拿着枪 刺他的肋旁 随着有血和水流了出来 证实他已经死了 这一切也在六百多年前被预言了 在撒加利亚的第十二章 第十节我们看到 他这么写 我必将那施恩教人 捧求的灵 教官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赐的 必为我悲哀 如伤他的独生子 又为我愁苦 如伤他的长子 这都被预言了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呢 因为神的话语 预言的事情 是如此如此的精确 不是一个 就不如一些 就不像一些 说 就是帮你算命的 说得很笼统 似乎对 也似乎错 你抓不到他错的地方 你也完全不能 你也不能够完全信服 因为你总觉得太过模糊 但是神的话 也是如此如此的精确 好 今天的第二点 我们看到就是 父神的旨意 父神的旨意的第一点 我们看到的就是呢 耶稣基督的埋葬 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 还有两个囚犯 一起被钉死 神的话语 没有告诉我们 他们有没有 他们被 从十字架拿下来之后呢 是如何被处置的 是不是被丢在乱张纲 或者是随便的 给别人拿走了 但是呢 给予耶稣基督 则有很清楚的交代 那么神的话语说 他的尸体呢 被 被 这个 亚利玛泰 亚利玛泰人 叫约瑟 是耶稣的门徒 这里说到他害怕 犹太人 所以暗暗的做门徒 他不敢很明示的 就是说 我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因为他害怕 就求比拉多 容他把耶稣基督的身体 领去 比拉多也允准他 他就 他就来 把耶稣基督的身体 领去了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 亚利玛泰人 约瑟呢 他本身 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但是他 因为 强权 就是 犹太人的强权 所以他害怕 所以他偷偷地去找 找比拉多 拿到的 耶稣基督的身体 那么我们有看到呢 先前 耶稣基督曾经告诉的 这个人 他叫 尼格迪姆 他告诉他 你必须要重生 才能见到天国 的这个尼格迪姆呢 他却准备好 要暗藏耶稣基督 还有做了许多事情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 第三十九节开始 我们看到 尼格迪姆呢 是先前夜间去见耶稣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他也害怕 他也害怕 他人怎么看他 因为他是 犹太人的老师 他不想别人去误会他 他去信靠一个 他们认为是 一个 一个异教徒 那么就带着摩药 他现在带着摩药和炉慧 约有一百磅 这么多钱来 他就 他就照着犹太人的 葬礼的规矩 把耶稣的身体 用细麻布 加上了香料 剥好了 那么在四十一节 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 有一个园子 园子里面有一座新的坟墓 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 那只是因为 犹太人的预备热 又是 因为那个坟墓很靠近 他们就把耶稣基督 都放在那里 所以要注意到的就是呢 比起 这个 亚利马太人 约瑟 比格迪姆呢 算是堂堂真正的 为耶稣基督进行了葬礼 还有将他的身体 他的尸体包扎好 还好好地处理 他不害怕 犹太人知道 我怎么怎么知道呢 因为他带着一百磅的东西 这个东西不能够暗暗地执行 那么第二的就是 他不怕 他也不怕 因为在安息日之前 触碰到尸体呢 按照犹太人的习俗 他有一周的时间 不能够去参与 这个月节 他要一周的时间 去洁净自己 因此而错过了这个安息日 但是这个对他来说 并不重要 从这里呢 我们就从神的话语当中 就看到约翰福音 第三章 成黑夜 来见耶稣基督的尼古迪姆 现在却堂堂正正地去 安葬耶稣基督 他们的 他们两个人 虽然是同一个人 他们之前的差别 是如此的巨大 那这可以说是一种 得救的确据 那么耶稣基督的一生 他的所作所为 是他自己可以选择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他 他一直都在选择 顺服神的话语 实行神的旨意 但是他在时候呢 他不可能去安排自己 怎么去安葬 将自己的身体 怎么去处理 因为他已经死了 然而他死后的安排呢 却与神的话语中 预言是一样的 这就证明这一切 都是神的安排 也是神的旨意 在以赛亚书的 第53章第9节说到 他使他的坟墓 与二人同埋 死的时候 与财主同葬 他有一个坟墓 这个坟墓呢 刚好没人使用 他就藏在里面了 这个坟墓呢 也是将来 对于拥有这个坟墓的人呢 他也会将自己 或自己的人 藏在那里 因为他未行强暴 否则也没有诡诈 这一切都在预言之中 但不但如此 他被埋葬的时间 也是神的旨意 耶稣基督自己 也预言过 如此 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 他说当时 有几个文士和法利塞人 回答说 师父 我们愿意 你选一个迹象给我们 这些犹太人 法利塞人呢 要撕探他 要让他 行出一些奇迹 出来 就好像说 你给我看奇迹 我才相信 但耶稣基督就回答 他们说 一个邪恶的 淫乱的世代 要求看迹象 除了先知约拿的迹象以外 再也没有迹象给他了 也就是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说 你们要看 看到奇迹才相信 是一个邪恶 淫乱的世代 于是他说 就只给你看一个迹象 就只剩下一个给你看 就在第四十节 他说 正如月拿 三天三夜 在鲸鱼的肚子中 仁子 就是指耶稣基督 也要这样 三天三夜 在地的心里 耶稣基督基本上 在驳斥犹太人 要看奇迹 才相信的态度 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基督就透露了 他时候要埋葬的时间 三天三夜 这就是他自己给自己 埋葬的时间的预言 耶稣基督给予的预言 三天三夜 是因为他也预言了自己 要复活 不然怎么可以说 我死了三天三夜 我只在阴间三天三夜 我只是在坟墓里面三天三夜 其他的日子呢 之后是怎么样呢 那就是复活 因此我们看到的第二点的 一个小点 就是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复活就在 我们就看到第二十四章的 第二十四十六节后半段 他说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预言自己的复活 对犹太人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意义很重大 因为真正相信的 惹神的话语的犹太人 他们相信他们将来拯救他们的这个救主 会使他们复活 在犹太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的 约伯的时候呢 他已经知道神的话语中的应许 在约伯记的第九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 约伯就这么记载 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之日就是到了将来末日 他必站在 站立在地上 我这身体 他说我这身体皮肉 虽然被虫所坏 腐烂了 我死了 我腐烂了 我任必在肉体之内得见神 他深信 他也不知道怎么样 他也不知道将来会如何 他只是知道 他会有着这个肉体 面对的神 大卫也是通过 通过神的话也去相信神的应许 在诗篇第十六章 他说我将主摆在我面前 因为我右手 他在我的右手边 我便不知动摇 看到就是 这个 这个 大卫王 他有信心 有盼望 不至于动摇 第九节说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荣耀 快乐 我的肉体 也要在安息中 有盼望 第十节说 因为你不必 你必不将我的灵魂 撇在地狱 也不叫你的圣者 见羞坏 也不叫耶稣基督 子的圣者 耶稣基督 死亡 没有羞坏 就是复活 耶稣基督 在被钉十字架之前 也有预言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 他说 从那个时候起 耶稣就指 是他的门徒 他们必须上 耶路撒冷去 就是指 耶稣基督 他会去耶路撒冷 他会受到长老 其实长 魂是许多的苦 而且 还要被杀 但是第三天 复活 太福音第十七章 他也在 他说 他们还住在 加利利的时候 耶稣就对 他的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 出卖在人的手里 连他要被出卖 他也知道 他也预言 他们要杀害他 第三天 他要复活 他们都大大的忧愁 所以要注意到这一点 耶稣基督说 他死后要复活 他的门徒 当时没有 一个明白 彼得还甚至 在十六章二十二节说 彼得就拉住他 还骂他说 主啊 不可如此 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 他不明白 其他的门徒也什么 大大的忧愁 然而 耶稣基督的死亡 还有他将来的复活 只是 世人得救 从罪恶掌权中 得以自由的 必备条件 这是怎么说呢 待会我会继续解释 那么我们看到 门徒们 还有使徒们 他们仿佛都忘记 耶稣基督曾经说过 他在三日之后会复活 但是耶稣基督的敌人 却记得 在马太福音的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二节 我们看到 在预复日的第二天 西施长和法利赛人 就聚集起来 见比拉多 他们记得了 他们说 大人 我记得那迷惑人 就指耶稣基督 还活着的时候 曾说 三日后不要复活 因此 请吩咐人将坟墓 把守妥当 直到第三天 恐怕他的门徒夜间来 把他们偷去 就告诉百姓说 他从死里复活了 这样后来的迷惑 比现前的更厉害了 那么 所谓的 祭司长 他们充满了谋略 知道将来 知道 如果 耶稣基督的身体 尸体被盗走了之后 会被人家说 他从死里复活 于是他就派人 要求比拉多派人去守住 不让任何人去触碰 那个尸体 不让任何人去触碰 那个坟墓 那么 比拉多就对他们说 你们有看守的人 你们去吧 尽管你们所能 把守妥当 他们就去了 就把坟墓 把守妥当 封了石头 粘石头 盖住那个路口 也封了 且派人看守 那么 这些 这些 基督的敌人们 知道 还记得他说的话语 但是 不信的他的人 还有敌对耶稣基督的人 往往他都记得神的话语 但是他却不是用来帮助自己 而是用来颠覆 批评 毁谤基督徒的信仰 甚至是基督教 而基督徒却往往忘记神的话语 教导 还有应许 使自己充满了忧虑 停滞不能向前 那么我们也看到呢 这些 就是因为这些计划 这些 叫兵丁去看守 那么就更加的 使我们 今时今日的人知道 耶稣基督的确复活了 连兵丁 看守 也停止不了 若我们要记得神的话语 里面的话呢 就应该记得耶稣基督 对于他的死和互活的这个真理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 耶稣基督这么说 他说 我的父爱我 因为我将我的生命放下 这样好取回 听起来很奇怪 他说我把我的生命 就是说我死了 但是呢 我会互活 这里他这么说 那那C18节说到这个更重要 他说没有人夺我的生命去 是我自己放下来了 是耶稣基督愿意放下 他自己的生命 如果他不愿意 任何人也碰不了他 他说我有权利把他放下 也有权利把他取回来 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这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使 是自己 是自己愿意的 也是自己选择 放下自己的生命 不但如此 他有权利 也有能力 取回自己的生命 世界上呢 就只有神才能够这么做 耶稣基督复活 是非常非常独特 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不是依靠什么人的能力 使自己复活 就好像拉撒路 耶稣基督 帮助他 使他复活 或者是其他被耶稣基督 或者是使徒们救活的人们 他们都是通过使徒 或者是耶稣基督被救活 然而耶稣基督是 靠自己的意愿复活的 是又怎么样呢 我们继续说下去 第三点 就是拯救的方案 那么第一个事情 我们看到的拯救的方案呢 就是除罪的羔羊 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第47节 我们看到了 他说 并且悔改于众罪的赦免 必在列邦中 在他的名里 耶稣基督的名里 被传讲 从耶路撒冷开始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呢 耶稣基督的经历 就和神在出埃及记的 戴罪羔羊是同性质的 在出埃及记12章 我们看到的第一节 他说 耶和华在埃及 地小域摩西亚伦说 耶和华就对 对摩西和亚伦就说 交代他们一些事情 要他们告诉犹太人们 你们要在本月 就是犹太人的第一年 第一个月 为一年之首 第三节说 你们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 本月初十日 个人要按着夫家取绵羊羔 一家一只 若是 第四节说 若是一家人太少 吃不了一只绵羊羔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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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在第十日选绵羊 在第十四日呢 就到了黄昏的时候呢 全以色列会众要把羊羔给宰了 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 被众人迎接的时候呢 就是那一年的本月初十 那一天就是刚好 我们是我属于我们 这些外邦人的星期日 也就是主日 那么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 犹太人的一天呢 它是从傍晚六点开始 到隔天的傍晚六点 那正如神要求以色列人一样 献给选那个献祭的供养呢 是供的 是无残缺的 意思什么叫无残缺呢 就是指完美无瑕的 也是要供的 耶稣基督就是男的 所以是供的 耶稣基督是无罪的 就是说他一辈子只是为了 顺服神的旨意而活 因此没有犯罪 所以呢 他跟这只带罪羔羊 没有瑕疵的带罪羔羊 是如出一辙 就是在同月的十三日呢 就是在被卷选后的第十天 第十天 供羊 高就被杀了 耶稣基督也就是在进城之后的第十天 上午九点钟就是始初 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他说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便分了他的衣服 为衣服 指迁 那这不就是在 在一千年前预言了吗 看个人得什么 第二十五节就说到 他们钉他在十字架上 是始初的时候 那始初就是上午九点 被钉十字架 那天就是星期三 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就带了十字架上 带了六个小时 受了六个小时的折磨 在下午三点钟死亡 从中午十二点 就是圣经所写的第六个小时 到下午的三点 就是圣经中所写的第九个小时 天是黑暗的 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三章 第四十四节 那时的第六个小时 遍地都黑暗了 直到第九小时 太阳变得黑了 殿里的曼子从当中裂开 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曼子本是 神与犹太人隔开 因为神是正义的 神是光明的 但是人呢 达不到那个要求 神的要求 神百分之百的要求 所以呢 神不愿意杀害他们 要隔除一个曼子 因为神是如此的公义 人是如此的不义 那么但是这个裂开了 那就是意思说 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 偶像工作 待会我会说清楚 那么可以让人 充满不义的人 能够来到正义 绝对正义的神的面前 那么第四十六节就说 那时耶稣基督大喊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说了这话 他就交出了灵魂 就在第九个小时 耶稣基督死了 这跟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中的 待罪羔羊的时期 是一致的 一模一样 这是偶然吗 当然不是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 出埃及记 待罪羔羊的这个用处 在出埃及第十二章 第十二节 我们看到呢 因为这一页 我要寻 行 埃及地 是耶稣基督说 他要 不是耶稣基督 是神 父神说他要走 在这个埃及地 要把埃及一切的 投生 第一个生出来的孩子 不管是人 或者是牲畜 都要击杀了 要向埃及和一切众神 他说什么呢 事行审判 我是耶稣基督 那么十三节说 这些要你们 要在你们的住所 的房屋上做记号 我一见到这些 我就越过你们去 就是我看到这个血 我就不去理会你们了 我击杀埃及 投生的时候呢 灾阳必然 不将在你们的身上 灭你们 就好像一个 父神虎一般 那么戴罪羔羊的血 就是神告诉 以色列民 你们必须把这个羔羊 杀了 把他的血 扑抹在你的 这个门框上 神在事情审判的时候呢 就不会将灾 在他们的身上 同样的 耶稣基督 就是这只 带罪羔羊 他的死 他留下的宝血 帮助世人 能够逃避 神的愤怒 的审判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我们看到这个是 约翰施洗约翰 在那时 他在约丹河 伯达巴巴 伯达巴拉 约翰施洗的 施禁的地方 他做见证 时日约翰就看到 耶稣基督 到他这里来 他就说 看啊 神的羔羊 除去世界 罪孽的 神的羔羊 但是世人 要相信 耶稣基督的宝血 以至指 他的死 有除去 自己罪孽的功能 不相信 不相信以色列人 不相信的以色列人 就不会把这个 羔羊的血 涂在自己的门框上 神说 涂在这个门框上 他就会 预约过他们 不僵灾他们 那么相信的人 才会涂 不相信的人 也不管了 然而在 神审判的当晚 他们将会 遭殃 那不相信的人 也就不会相信 耶稣基督 为他们留下的保险 已经足够 拯救自己 这里我就想说一说 耶稣基督 在第九个小时的时候 喊了什么 在马太福音的 二十七章 就有这样的记载 从五十 就是十二点 到圣出 就是三点 天地都黑暗了 越在深处 耶稣大喊着说 以利 以利 拉玛 撒巴 和大尼 这就是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我们都知道 耶稣基督 是从来没有犯罪 因为他每每都选择 顺服神的旨意 既然是无罪 那么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候离开他 离弃他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因为已经在以赛亚书 在耶稣基督 诞生前的六百多年前就预言 在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第十节说 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 看到了吗 耶和华认为将耶稣基督压伤 使他受伤 是他愿意这样做 他喜欢这样做 为什么呢 他使他受苦 你要以他性命为赎罪计之时 他必看见后义 他要将耶稣基督 使他成为赎罪计 那就是神的旨意 就是要耶稣基督 就是神子 以完美无瑕 无罪的身份 去为世人赎罪 因为世人不能够满足 神的完美的要求 神的完美要求是什么 百分之百的顺服 神的话语中的每一字 每一诀 那么 耶稣基督就在犹太人本月的第十三日被杀害了 那就是星期三 在那天的傍晚被埋葬 那记得犹太人的一天 就是从傍晚六点钟开始 所以在圣经说到隔天 我们就看到就是本月的第十四日 就是我们的星期四 祭司长就想起了 要叫比拉多派兵去守住这个坟墓 那么三天之后呢 耶稣基督就复活了 那么犹太人 那就是犹太人本月的第十七日 也就是安息日结束了 那么我就是我们星期日的开始 的那个破晓的时分 我们在圣经中看到 天使把坟墓打开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在这里我就不 这里我就不 我就念给大家听吧 在马太福音第28章的第一节 就是安息日这样结束 那一个星期的第一天 星期日 要破晓的时候 就是清场 太阳要出来了 波达拉的玛利亚 和另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看啊 地大震动 因为有主的天使 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从木口 木门口滚开 坐在上面 他的相貌如同闪电 他的衣服洁白如雪 看守的人 就因他的畏惧 浑身颤抖 像死人一样 就是指的那些兵丁 看了都害怕了 但天使对女人们说 你们不要畏惧 我知道你们是来寻找 那丁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 也就是 照神的话语所说 他复活了 来 来 看安放主的地方 他的尸体不存在 Amen 那么 今天所看到的最后一点 就是悔改和信靠 那么 读家福音的第24章第47节 我们就看到 悔改与宗罪的赦免 必在列邦中 在耶稣基督的名里 被传讲 耶稣基督的死 是为了赎 世人的罪 他自己无罪 但是他顺服神的旨意 会拯救世人 使世人可以与神好好 在我们的 在我的讲教当中 无数次我就提到 我们 我们知道 有罪的话 就必须向神悔改 这就是 拯救的 必要条件 你不认为 你自己有罪 就不需要 耶稣基督了 因为吃罪 才需要 救赎 才需要赎罪迹 而耶稣基督就是 这位 愿意 为世人死 又是神旨意 要他成为 世人的赎罪迹 是要与神和好 和逃避神的 愤怒的 这个待罪羔羊 而 向神悔改 并相信心 耶稣基督 完成了赎罪工作 就能够得到 罪的圣 至今 没有人 能够推翻 耶稣基督 复活的证据 因为 那是有人证 还有 那个 没有 还有 世人没有办法 否定的 这个空坟墓 若耶稣基督 不是真的复活 那么 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是空的 是知欺欺人的 是没有大能的 也没有盼望 在 格林多 格林多前书的 第十五章 就说到 因为死人若不呼活 基督也就没有呼活了 基督如果没有呼活 那么 你们 也就是基督徒们的信 都是突然的了 我们 还在 罪之中 我们就只有一死 死了 要与神隔绝 就是 在耶稣基督里 睡了的人 也就是说 信靠耶稣基督 而先前死去的人们 他们也要灭亡了 但是十九节说 我们若信靠耶稣 只是 今生有盼望 如果我们 就只是 这样信靠耶稣基督 而且又没有复活 就只有今生的盼望 就比众人 比不信 耶稣基督的人 还可怜 但是呢 耶稣基督的复活 成了世人 成了神 对世人的爱 拯救世人 心靠 祂的人们 有福 有盼望 在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 我们就看到 弟兄们 我如今要把先前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告诉你们知道 这福音 你们也领受了 也靠着 站立得住 这个福音 使你得救 第二节就这么说 并且你们 若不是突然相信 福音是可以 突然相信的 也就是说 你不是真正的 去相信 能够持守 真正的相信的话 能够持守 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必因这个福音 得救 还有说 我当日 所领受的 又传给你们的 这是什么呢 第一 就是耶稣基督 照经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 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着圣经所说 第三天 复活了 并且 显给 吉法 就是 祭司长 看 然后 显给 显给 十二个门徒 看 后来 一时 显给了 五百 多名兄弟 看 其中 一大半 到现在 还在 却也有 已经睡了 就是死了 以后呢 还显给 雅各看 再显给 再显给 众使徒看 末了 也显给我 就是指 使徒保罗 我如同 未到 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因此呢 基督徒们 不畏惧死亡 因为死亡 只是通往永生的 逼近之门 对于基督徒来说 复活 是 必然的 好 今天我说到 此为止 希望 今天的讲道 能够给大家鼓励 我们做个总结 总结的第一点 就是 那么 耶稣基督承担的 这个罪名 和苦难 甚至是被杀害 是神的旨意 但也是耶稣基督 他愿意执行的 那么第二点 也就是看到的 就是 耶稣基督的埋葬 不是他自己能够控制的 而是 但是他却按照了 神的话语 而实行了 第三点 就是 耶稣基督的生命 他是凭着自己的意愿放下 也凭着自己的意愿拿起 证明他不受死亡的控制 他是神 第四点 就是 耶稣基督 就是世人的 代罪羔羊 最后一点 世人如果知罪的话 就应该向神悔改 信靠主 耶稣基督 就能够得到罪的赦免 有永生 那么今天身为基督徒的人们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那么身为不幸的人 这也是你们唯一的希望 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十章的第六节 耶稣基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如果不借着我 没有人 能到父那里去 好 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我们做个结尾的祷告 慈爱的天父 感谢您 感谢您的话语 感谢您给予我们您的 您的爱子 让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欠 也感谢您通过您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 我们没有能力 能够为我们自己的罪欠 负担出任何的工作 能够满足您的要求 因为您的要求是完美的 也因此 我们没有能力 但是您也是公正 您也是黏命我们的 所以 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 恳求您今天将您的真理 您的 您让尚未明白您的话语的人 给予他们悟信 让他们能够了解 并且通过您的话语 向您悔改 先靠您的爱子 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 并且死亡 并且护活 现在坐在您的右手边 无时无刻的为我们 这些基督徒们 为我们的 为我们祷告 也为我们 深渊 在这里我们感谢您 我们祷告 封靠主 耶稣基督的圣明求 阿们 好 谢谢大家 我们在周三再见 我们下周三ançai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